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2月7日星期一 今天早上有我周天偉 跟大家說說今天的時事業話 今天是人日,祝願大家生日快樂 相信大家的市民都是只有一個願望 就是身體健康 今天想跟大家說兩件事 第一件事想說說加拿大的貨車司機 反疫苗示威和疫情的資訊 就開始我們看到發佈有些混亂的問題 首先說加拿大 加拿大實施跨境疫苗強制令 當地要求如果要進入加拿大的卡車司機 因為有些卡車司機是在美國進入的 要求他們在上個月的1月15日之前 必須要接種疫苗 否則不讓他們進入加拿大 至於如果他們是加拿大籍的司機 如果沒有打針 過了1月15日之後 進入了警後就要他們隔離14天 一大群跨境貨車司機 當然調戲很不強 所以就開著大型的車司機 很大的車司機 去到組織了一個叫自由車隊 一直響著安安堵 在那裡堵塞加拿大 奧圖華的下廁 總理杜魯多 因為擔心自己人身安全 都挺難過的 和家人已經躲在秘密地點 如果我們想起當年 我們2014年的佔領中環 大家都應該覺得好像有點相似 不過當年我們的政府 就沒有像加拿大總理 自己躲起來 民主人權大國表面上 自然就說尊重示威 但多倫多的市長就說 雖然他不同意司機的觀點 但因為要尊重他們的和平示威和權利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發聲明力撐 這些不在位的人通常搞最多事 但當然吹水當然很容易 生活當然很艱難 首都奧圖華周日已經宣佈進入緊急狀態 市長形容市中心已經失控 示威的民眾的數量已經遠超過警務日元 急需要其他司法管轄區和各級政府支援 奧圖華的警察服務委員會主席 Diane Deans認為 由於各級政府缺乏了執法的力度 抗議示威的群體 膽變得更加大 他又說首都已經被卡車車隊包圍 這個群體對他們的民主已經威脅 發生的是一場全國性的暴動 警方還預告會出動警力去驅散 最有趣的就是有個籌款的網站 GoFundMe 本來就是為自由車隊籌了大約一千萬的加幣 港幣大概是六千一百一十萬 但GoFundMe在上星期五 他就宣布已經將車隊的籌款活動 在平台上移除了 強調他們公司是支持和平抗議 但有更多的來自執法部門的證據顯示 和平示威的活動已經變成佔領 已經違反了禁止宣傳暴力 和騷擾的服務條款 所以就需要暫且停車隊的籌款項目 會改為捐款人申請退錢 或者捐給其他慈善機構 Ottawa的警方也很感謝這個平台 但很多右翼和保守派當然是生氣得暈倒 要求調查這個平台這樣說 一句說完 我們應該都見過的 這就是一個社會撕裂的現象 正所謂的針不刺到肉 永遠都不知痛 和平示威會變成暴動 民主自由大國有排碳 加拿大的事端令我們想起 2014年在香港發生的佔領中環 港島區主要的降渡被佔領了79天 慢慢延伸到2019年的黑暴 記住2019年的黑暴 足足維持了兩年 當時香港政府幾乎無論做什麼都好 都會被這些包括加拿大 這些所謂的偉大民主自由國家加把口 叫香港政府要克制 批評香港要鎮壓 還要為香港暴徒推出救生艇計劃 以牙還牙 以眼還眼 有時候我們都很佩服一些很聰明的網民 一見到加拿大這次糟糕了 立即搬回西方國家 經常對中國用那套說話來說出來 怎樣說呢 譬如說美麗的風景線 加拿大政府必須尊重示威者的自由 民主與人權 連我們前特首CY還很風趣地說 他說西方國家不是經常高舉和平示威的權利嗎 他們不是說當年黎智英的示威是和平示威 所以就不應該被拘捕和定罪嗎 我們又看回教師爺的身教 CY就呼籲加拿大應該要尊重和平示威的權利 有人就說原來自由的價值 是會因為地域而有不同的 加拿大可以封殺非法示威 香港就不行 講完加拿大了 當然要關注香港的疫情 今天最新消息 應該由連續兩天的300多宗確診 去到今天應該就去到600了 我們歷盡千辛萬苦 政府有勞有勞 本港的疫苗第一針接種率 終於超過了八成了 大家記不記得當日用獎品 有抽樓捕一針出來打針 雖然是有效的 但是記不記得當時 政府說不行 你要有因才會出來打針 但都不夠政府這句話 他說日後不打夠三針 就沒有糖吃這句話 打三針的人 一生已經過了一百萬 要進一步推動市民 去打疫苗再說一次 政府真的一定要考慮推出 強力的措施 包括強制接種 否則不要說什麼空關 你根本完全不用想 香港的疫情 有史以來已經是最嚴重 我們很需要政府 真是今次救快狠準 雖然政府之前覺得自己 已經很快狠準 但可惜有排都未夠 我們特首林鄭月娥 就叫大家在家裡要做檢測 她說到因為她自己有做檢測 每次出席記者會之前 檢測了是陰性 所以她才在記者會裡不戴口罩 希望讓香港市民 看到她一個特首的面部表情 感受到她有多緊張 但特首勸大家在家裡自行做檢測 一會兒又有專家出來說 這些自行檢測其實未必準確 訊息其實已經開始有點混亂 政府就說 如果你自行檢測到陽性的話 就勸喻市民不要害怕 立刻去醫院的急症室 當然這個舉止令到急症室有很多人 兩天前醫管局就說 如果市民用自我快速檢測套裝 知道自己是陽性之後 但沒有什麼病徵的出現 就應該要保持冷靜 去到急症室就要怎樣去分流 還說如果再多些人來 用分流檢測站 就要跟衛生署談一下怎樣做 其實都很明顯未想好 去到今天 大家就會看到開始就有新聞出現 就說醫管局就已經是看到急症室 已經開始有些拖垮的情況 有專家也都有一些快速檢測的供應商 也都在電台訪問的時候 就叫大家是不是應該在家裡等 衛生署指示 因為始終似乎就說你的CT值 如果是高於某個位置 應該都是陽性的 可能有些市民就不太記得自己 時間住做這個檢測的時候 是20分鐘內 要去看結果就最準 可能過了半個小時 八個字 一個小時 突然之間才記得自己去看結果 發現有兩條線是陽性的 就聽政府呼籲就立即去急症室了 再加上這幾天真的持續是冷 所以大家都看到 大家又很害怕自己會傳染給其他人 按政府要求就排幾個小時 在家裡附近或者跨區去做這個檢測 也都封區封大廈等等的問題 同一時間就殺到 無論是政府市民 大家都是盡力的 但是說到尾 只有政府才有能力 可以協調好這些問題 政府應該真的要再想多幾步 發放的訊息 明白因為是不停地變 但是要統一口徑 才可以減少混亂 還要想先市民的一步 才不要令市民有那麼多的怨言 希望疫情盡量快點見頂 這樣就可以控制得到 那好了 今天的今日焦點來到這裡 明天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